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 网络互动平台 就直接问我们嘉宾的这个问题 这样的话我们也希望 嘉宾能够给予一个直接的回应 来看看哪位嘉宾的电脑 我这儿有一些可以推的大屏上 宋老师的这个 这个叫水蜜桃味的洋葱 水蜜桃味的洋葱 这个味很怪 先有歼15飞行员的歼刀起舞 现在又有消息说 首艘国产航母年底下水 看得让人热血沸腾 想问宋老师 在如此给力的航母建设速度下 中国啥时候能达到出 航空母舰战斗群 航母战斗群 这样吧 宋老师 这个问题我们 因为关于航母 我们也有动画和资料 我们请您到大屏幕前 来给我们解释一下 航母战斗群 这个大家很关心 从我的角度也是非常关注 我们的航空母舰战斗群 那么航空母舰战斗群 要想变成现实的话 首先航空母舰要齐装满员 什么叫齐装满员 你的飞机的行谱 一定要对头 一定要完备 你像我们歼15 它是属于战斗型的 实际上还需要有 电子型号的这种歼15 另外还需要有 伙伴加油型号的歼15 所以光歼15 就应该能出来一个 行谱的所谓的战机 另外一方面的话 就需要有反潜的直升机 反潜的其他的一些 大型的飞机 包括我们的预警机等等 只有通过这种方式的话 才能形成我们国产航母的 一个飞机的行谱 那么这才能做到 所谓的齐装满员 这是一方面 另外作为整个 航空母舰战斗群的角度来看的话 光靠它是不行的 还得有大量的 驱护战舰作为保护 包括我们现在来看的话 这样的一个驱护战舰的行谱 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多 从我们的054A 052C 052D 包括我们即将下水的055 都将成为我们 航空母舰的戴刀护卫 包括我们的093型的 攻击型核潜艇 也将成为我们的一个戴刀护卫 还有一方面就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必须得有个保姆 你像我们现在有 903型的综合布局舰 我们现在正在研制 吨位更大 达到4万吨的 我们901型的综合布局舰 如果这些东西都能够形成 实际的能力的话 那么航空母舰的战斗能力 就能够形成 但是这里面我们应该 清楚地认识到一点 从航空母舰自身来看的话 它必须要跟这些战舰 形成匹配的能力 这样的话 这种航空母舰的作战能力 才能够最终地优化下来